这一有消极性的意又有积极性的 什么意思呢 消极性的诚意也就是不算我们是罪人 这个叫做消极性的诚意 而积极性的诚意 是把上帝自己的意再加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这个justified justified through faith不是by faith 我们平常常常的justified by faith 因信称义 其实这个字希腊文原来的意思 应当这些翻译成借助信心 我们被称为义 因为信的本身不能使我们称义 我们有多大的信 信的本身不能 因为我信我就变成义人 信的本身没有功劳 而使我们能成为义人的 那是耶稣基督的功劳 不是我们的信心的功劳 你明白了吗 所以这样我们借助信 我们就领受了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 那个功劳 那个本质 不在我对基督的信里面 乃在基督本身为我成全的救赎的生命的那个大能的里面 所以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拯救一切什么 相信的 使福音拯救我们 或者是信心拯救我们 大家说 使福音拯救我们 使基督成全的福音里面有大能 来使我称义 或者我自己产生出来的信心 会使我产生这个被称义的果效 使福音使我们可以被称义 使基督的义 同基督的爱 基督成全的救赎 这个生命的大能 也就是福音使我们可以成为得救的人 这样的是through faith 不是by faith 不是because of faith 我们是因信称义 真正的意思 我们借助信心 我们被称为义人了 而这个义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就是从消极同 从积极的两方面 当神看基督已经成全的救赎 代替那些犯罪的人的时候 神就认为那些犯罪的人 不再被称为罪人来看待 这是个法律上的名词 希腊文叫做 Dikaiosunek Dikaiosunek Dikaios 这个E就是不当做罪人的意思 所以当这个法官说 好 你没有罪了 当宣布你没有罪的时候 就等于说你已经是一个义人了 这种圣议 这种宣布是法庭上的一种宣布的一种行动 当法官宣布的时候 他的根据律法没有办法定你的罪 所以就把你释放了 你是无罪的 你被宣称无罪的 这是消极的 为什么呢 这不表示着你有义 你不过是没有罪 没有罪不等于有义 大家说 没有罪不等于有钱 大家说 没有罪不等于有钱 那你明白了 没有罪就是没有罪 好 你不必负债了 为什么 没有罪 那我没有罪 所以我现在很有钱 没有没有没有 你没有罪是没有罪 不等于你很有钱 懂不懂的 所以诚意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消极的诚意 不再算我们是罪的 不再定我们的罪 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再定罪了 罪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这是消极的诚意 但是基督的诚意 就是上帝把他自己的义 赐给我们 加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就变成义人 因为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